你有些说法就是这些虚拟货币市场 可能是一个指标在市场的信心 你觉得现在是否 信心的路是在瓦解 还是怎样呢? 资金现在是怎样走呢? 当然我同意 你说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或者是虚拟货币 即是虚拟货币来计 过去这两三年是特别斥热的 曾经升得很厉害 比如比特币是六万、七万 其他有很多新的 很小型的虚拟货币都慢慢衍生出来 是越来越旺的整个市场 很同意最主要是 一来反映市场的气氛 因为过去这两年 你刚才也看到环球央行这样放水 钱很多 原来你不断有钱多 形成炒在这之间的价格 相对是会明显一点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过去真的 这一年多 整个虚拟货币市场 从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位纳 是成正比的 大家看法上是好的时间 虚拟货币升 市场又会好些 当虚拟货币跌 亦是意味着风险位纳降低 市场又会差些 所以到时两者是挺同步的 可以这样说 所以很同意你说 如果这一刻 你见到近期这样震下来的时间 明显一定会打击股市或金融市场的信心 这个一定是 但如果你说 为什么会形成近期 虚拟货币市场这么大的波动 大一些 我自己会归立两个主因 一来刚才也说了 就是资金 因为刚才也说过去这两年 你特别疫情后 外围的优刊要多松就多松 松到都没得再松 变上钱很多 刚才提到炒起了这些虚拟资产 但是到了这一刻 特别今年现在说的是收缩一年 你又加息又缩表 变上钱一缩回来的时间 自然对这些资金价格一定有压力 这是第一点 而第二个因素来说 我想很多的加密货币 其实背后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 一旦有这个相关性 就麻烦的地方 就是当一只有可能爆 或者一只大波动 牵连其他也有羊群的效应一起动 所以你看到近期整个市场 其实是同步地挺波动 因为最主要刚才提到 就是稳定币 虽然现在就不是太稳定 但是USD移动之下 因为它本身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以往是声称和美元挂钩 这样一对一 但是当然 其实它和其他稳定币有些不同 就是它用演算法去计算 也不是真的拿着美元资产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是更加大的波动性 但是由它开始移动 就是所谓的脱钩之后来计算 而因为USD又和LUNA是挂钩的 也会触发到LUNA又再有大跌 而另一个因素 为什么使得比特币这些主流 或者比较大型的加密货币 都有一个下跌呢 最主要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 其实近年很多新出来的币 他们所谓的创办人 或者一些机构 基金等等 其实他们背后最初 都是查了比特币气价 其实手上可能都有很多的比特币 那变上 如果你当他们这一刻 自己新创的这些币 是有这么大的下跌 而它要撑住这个价的时间 大家近期看消息都记得到 其实都有说过 可能他们会选择沽手上的比特币 去顶着LUNA 顶着个别的价格 那变上又会 就是资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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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机会 之前经常说泡沫爆破 今次的跌浪就不会很伸手进去 因为以前可能急跌完 其实会有个急弹 那会不会 不是了 今次的情况有些不同 今次我想要等久一点 我觉得其实讲真一句 你说现在看整个虚拟市场 跟其实之前看的看法 没什么太大改变 就是那句你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就是讲真一句 你不信的话 你其实说多少它都是不会买的 你相信的 其实你说到现在多差 它都是入场的 这个我看大家本身对这个资产 如何提及 这个信不信这个第一点 而今次为什么会 所谓可能久一点 正如你所说 过去这几年 其实久不久都见到 有一两下是大跌的 比如比特币 其实在未去到近年 六七万亿高位之前 其实在2020年头的时候 下跌到三千多四千多元 就是很低的价格 才开始上来的 那一刻跌 但又反而又反而起 竟然刚才提到 始终环球是多税的 即是你国家不断是印钱 很多资金 很多油资去走近 但我想现在的情况不同 就是今年是开始紧了一些 那远上要重新 令到这些资产格格 有一个很大幅度的炒起 可能困难了 这是第一点 而刚才提到过去年多两年 随着越来越兴旺之后 特别过去一年 衍生了很多很小型的币 我觉得有机会可能要等这些币 会不会有些是真的没有了 或者是所谓洗牌了 才令整个蜜蜜市场重新 叫做好一点 这个也不奇怪 所以我想这些时间是要捱一段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 现在落到这些位置 要即时有一个很大的上升 其实就难一点 我觉得可能今转 如果真的 就算是相信那批 可能只看好那批也好 都可能不要太心急 这些位置这么快就先入场了 嗯 好啊